就是去那边会很难受 就是大家等了这么长时间 就是为了见我们一面 然后听我们唱一首歌 那我们连这一点小小的事情 我们都做不了 就觉得会很难受 无论能不能唱 我们都希望说能够在台上 就是和大家说一下 就起码有个交代 没想到一处去下大雨 有一个同事在说到这一段的时候 自己说的眼睛都红了 都掉眼位了 他说那天下那么大的雨 而且是没有任何防备的 大家就在一起 一起唱 一起静静地用这种心灵的守候 支持着 爱着 然后楚生才唱一句 可能就哭了 自己 太容易哭了 心里很难受 特别是看到有很多人在 离我们很远 然后都前面有个栏杆 大家都拥挤着在一起 然后没有雨伞 没有任何一个可以遮雨的地方 对 我像你在演唱生涯当中 这样的演唱 可能是头一回 对 会觉得大家对你的爱 也不知道怎么去回报 对 所以就很难受 我也希望就是能够 谁想听我唱歌都很容易 很简单 对 还记不记得你那天 在台上唱的是什么 有没有人告诉你 有没有人告诉你 对 我们要不要 你唱给所有 我支持你 好 好不好 有没有人曾告诉你 我很爱你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有没有人曾告诉你 我很在意 在意这座城市的距离 但活着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 可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迷惑 找习惯传说充满诱惑的黑夜 但却无法望着你的脸 有没有人曾告诉你 我很爱你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有没有人曾告诉你 我很在意 在意这座城市的距离 在意这座城市的距离 我请你不要再哭泣 我想我能给你安慰 你那没有沿雪的花蕾 心态是否一样美丽 我请你不要再哭泣 我请你不要再哭泣 我想我能让你以为 这世界没有永恒的美丽 或许你也别太在意 或许你也别太在意 你身体是否一样 你身体是否一样 你不做为了 你身体是否一样 你身体是否一样 现在慢点 我找你